同情互聯想你今晚大家晚安 民進黨中東國會的大選 都贏國會的第一次過半 改革的期待完全放在小英主席的身上 2月1號國會就要開始 報到到底院長民進黨是要殺誰人 今天並沒有協調出 也沒有假投票出來 小英對於院長的人選 有沒有態度 有沒有看法 社會上有沒有什麼期待 另外同时 郭民党他杀什么人处理 王建平没在里面 这个跟国民党的 立愿的人 还有他们的国家 到底是谁 大家都关注 民进党的改革 还有国民党的 浴火重生 都关现在这一两天 我们这里和各位介绍 现状市里面 第一位民进党立委 庄立兄 谢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郭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曾世伟 大家好 过来两位知识媒体人 王世祺 大家好 王水智 大家好 小一今天去民进党的 立愿党团参与他们的会议 主题重点 当然院长是要有什么人 我们来看一下 高汉总统好 人手一只手机狂拍照 蔡英文首度以总统 当选人身份来到立法院 党团大会简直变成 粉丝见面会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 新的成员 是不是站起来 我们大家能够给他们一个欢迎 民进党立法院新党团 从上一届的40人增加到68人 再加上加入党团运作的 无党级立委赵正宇成为国会最大党 让蔡英文感触两多 我记得2008年 我第一次担任主席的时候 第一次走入我们的党团的时候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这个连一排这样子都坐不满 回忆过往点滴在心头 入境的立法院民进党单独过半 但却上演立院龙头之争 蔡英文态度备受瞩目 党团大会上多次高喊 满足社会对改革的期待 把改革两个字挂在嘴边 蔡英文虽然没点名 但却印发联想 毕竟新总统的意志 最后将决定谁能坐上 立院龙头宝座 好 当年第一排坐不满 这一次68个人坐好又坐满 改革社会在看 第一波就是 孙雄兄 就是贵党要推出一个 什么样的国会议长 你怎么在现场 有今天全程在场 请问一下 到底里面气氛是什么 小英没有任何的看法 意见跟态度吗 其实今天完全看不出来 他今天全程讲到立法院院长 其实刚才那两句话 就是说我都尊重你立法院 冬团的决定 那当然他决定出来 他当然要尊重 可是他后面这句话 就有意思了 他说要去回应社会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新的国会 那当然要有一番新的一个气象 尤其是今天蔡英文在党团里面 他讲的那个我们听了以后 那个感触也其实也都很深 他说2008年第一次 一次这样坐满天 二十几个月而已 那这一次他重新再回来 把民进党带起来以后 这一次的一个国会 正式的也在政党轮替的范围里面 以前两千年政党轮替的过 但是国会没有轮替 那这一次民进党除了六十八席 单独过半以外 又加了一席 无党级的赵正宇进来以后 变成民进党的党团有六十九席 不包括时代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猜 到底这三个到底什么人 在做印象 到底派系的力量会有多大 今天大家在分析这个 看到柯静明消息息 大家很多人讲说 柯静明今天笑到这样 可能就是他了 苏家春今天都没笑 我来问苏家春 我说你今天是都没笑 这样你就输了人一招 他说我没有空 他又像一直笑 他一直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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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不要人家笑 我们就一直跟着人家笑 那所以今天我会觉得说 这个立法院院长 这样国会要改革 是社会的一个期待 社会的期待 如果说人选 让大家是失望的 我相信这个改革的失败 马上会 第二 选举出来当天 可能这个人选 社会隔天的报纸 当天 当天电子媒体 包括隔天的平面 就给你张匹一番了 哎呦 这些是什么 看了几个零算 三个人各方面 都各善其常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改革是失败的 社会大中心认为是失败的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谁 不是院长 大家码头指向 这个蔡英文 是 新的总统 那所以说 新的总统出现以后 产生以后 赢了三百多万票 代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再来还有一段蜜月期 他也渴望 他一定希望说 那既然政党轮替以后 那第一炮在立法院 这个龙头院长的部分 应该是要符合社会的一个期待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难道真的都是立法院来自主吗 理论上一定都是立法院 你决定谁 你蔡英文总统 你自己也讲说绝对尊重 他也应该要来尊重 但问题就是说 他这个所谓的自主里面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总统你决定了 你会有意见 怎么说 就是你刚才这个董起来 你现在有理想性 大家也期待你改革 你的意见 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尊重 我认为很多 我认为非常非常多的人 认为说 大家都好朋友 柯建民也好朋友 陈铭文 我也叫老大 苏家泉和我们拼凳的 跟大家都做不错 那三个大家都是好朋友 大家协调一下 协商一下 我相信新的龙头产生会 跟过去的国民党 在组成的王庆民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过去立法院决议的东西 马英九把你推翻掉 那马英九会把他的手 伸到国会里面去 会塞一些 你国会 你明明不要的东西 你说油电酸掌 国会根本就不要 可是马英九 他就是想要 中央会有黑箱 然后逼国会来做一个买单 但是这个情况 我相信新的总统 蔡英文产生了以后 包括新的国会龙头产生以后 民进党主政的国会 我们希望以后是 民主公开透明的 好 其实小英的后面的那一句话 应该要符合选谁 应该符合社会的期待 谁这样 难道小英会担心 这三个里面选出来 有可能不符合社会期待 不然的话 三个都符合社会期待 这句话是有点多 小英有他的担心吗 这个我觉得这一次 民进党来选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我们说没客气说 因为现在是居于绝对多数 所以民进党只要推选出来 一组人马的话 几乎就笃定能够当任 下一届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那么目前为止 包括柯建明 包括这个等于说 苏家全 陈明文三个人 是最可能的淋算 那本来今天说要假投票 因为你要假投票就最感情 所以现在基本上礼拜五 大概会协调出一组人马 礼拜五就底定 因为马上二月一号就出来 马上要投票了 那么我相信国会自主 当然很重要 国会自主就是说 绝大部分人才八成的立委 那包括一席的五党 然后这69位呢 他们心目中的人选到底是谁 那我相信会有一个定数 那没有蔡英文 没有民进党 我们必须这样讲 蔡英文今天这个整个 到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去的时候呢 劈头就说2008年的时候 他来看 只有27年而已 第一百就坐不了 那时候心里面 无限的唏嘘跟感慨 这一点送给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这样的日子过 所以送给国民党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八年前人家蔡英文的那个心情 那国民党也不需要怀忧上志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公共民党要推出来 就算不会当选 他们要推政府院长 里面少了一个王金平嘛 那王金平 那我们先不管他丢黑 对 那所以呢 在那种状况下呢 那蔡英文为什么理论上来讲 尊重国会自主嘛 那么为什么做一个 说一个所谓的国会改革 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第一句话听起来 好像是蔡英文并不会有特别的人选 或是特别有意见 可是第二句话听起来又怪怪的 你知道吗 因为难道这三组人选里面 你会认为说有人是不符合期待 社会的期待吗 等等了所以我相信 虽然68位民进党的理会委员 他自己本身 他也可以互相推举 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蔡英文的决定 也就是说蔡英文身为一个新总统 然后身为一个新政府呢 他也是希望不要像 过去八年同样 高民党的执政党在立法院里面 老是跟这个总统呢 跟他的政府在唱反调 然后他的总统呢 又故意跟那个代表人民的 这个立法院唱反调 我相信蔡英文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有趣的是 紧接而来的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其实如果按这个立法院的院长 其实按照蔡英文所提的几个标准出来 其实他是一个名大于实的一个院长 因为他不能介入整个党政的运作 他只是他又不能有党职 他只是你就在立法院里面扮演好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政府院长反而是这个民很重要 反而事实上他在整个政府的运作里面呢 他反而不如一个民进党的总招来得重要 所以小英的内阁人 他也比他还不知道嘛 但是因为他五二年才算 可他二月一一号就必须 有一个国会议长出来 这国会议长干什么还不知道 他会不会改革我们也不知道 但光这一个人就决定了 是不是小英是一个改革的总统 社会的期待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都讨论都在讨论民进党 因为他过半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社会 甚至于社会以外的期待 不在民进党这边 大家做参考一下 这一位于杰 于杰 于杰是中国流亡海外的 很有名的作家跟人权工作者 跟我们台湾 而且对台湾的民主 非常的关切 他今天在这个时报 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 他说如果黄国昌做理法院长 以黄国昌 时代力量主席 个人的条件来看 他有三大优势 民进党的几乎无能能及 第一个黄国昌做理法院长 能够做到超越政党和党派系 小圈子的利益 第二个黄国昌可以从容 持续时代力量主席 成为台湾有史以来 不担任政党高层职务的立法院长 第三 黄国昌本身是优秀的法学家 新一届的立法委员 很少能够向他成竹在胸 当然我不晓得他能代表多少 可是时期 这个也是一种民进党以外 或者国会以外的一种期待 这位太太看 有可能吗 其实我之前也想过这件事情 我之前也想说 黄国昌他其实在这次立法委员选举当中 是一个极亮眼的一个明星 然后可以打败这么多连任的老将 如果有一天他变成了立法院长的话 会是怎样 我觉得那个是反映社会上面 现在极需要 极希望要求大幅改革那种呼声 所以黄国昌成为了一个标的 然后就他应该是代表社会那种 不断往前进 不断的革新的那种新的民意的那种 那种形象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呼声 那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会是在于说 他是第一次到立法院 那的确对于立法院的法案的内容 各种 对立法院不是只有单一面向的 这个法案 他前年318已经去过好几次立法院 绝对不是第一次 对啦 我也是说他要进入到这个体制里面 他要对于这个各类型法案 经济的民生的环保的土地的 各式各样的法案 他其实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的人脉也必须要有充分的人和 他才有办法去沟通协调 就是当特定的哪一个委员 不断的在杯葛在反对的时候 你要有办法去做那个调和顶耐 把立法院整个就是 米平一些一些这种人事上面的争议 他要有这个备份和这样子的人脉力量 我觉得黄国昌的确还不够 那他的形象是很够 可是我觉得他的经验的确不够 那我觉得二月一号的立法院选举是立法院长选举 其实真的是民进党的第一仗 他这个成绩单就会变成社会上面给民进党给蔡英文的第一个评价 所以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来说太重要了 我问一下这个国民党显然在机会不大 可是我觉得譬如说黄国昌如果当院长 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说 我要把过去民进党所有那些 包括拆麦克风 站桌子摔麦克风全部学上去 那我们可以保证黄国昌不会叫检查 所以你们应该对黄国昌比较有信心吧 谢老师我想刚刚您说的那个言论 今天在我们国民党立院党团大会上面 大家并没有这样子讲 那我们必须要讲 现在我们只有三十五席 我们必须要学习做一个称职的在野党 那你说今天我们毕竟也现在是国会的第二大党 你说我们选院长选副院长没有机会 那当时民进党在2008年27席也是没机会啊 没有机会也是会推人选啊 我们也是推人选啊 等一下我们专张来讨论 我现实说如果黄国昌出来 跟民进党不管是苏家权 还是这个陈明文 还是柯建民 黄国昌跟国民党从你们的高度来看 我想我赞同石琪姐刚刚所说的 事实上你要怎么样做立法院的 这个立院跟行政院两方面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功能 我相信这不做过 你仅仅议事规则 这个了不了解 真的就好像谢老师你刚刚讲 如果说黄国昌主席担任这个院长 会让我会不会时光错字 现在他如果站在那个院长之子 会不会让我会觉得318学运到了 他又站了 好那看样子黄国昌 大家机会不是很大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TVBS当晚的时候做了一个最新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柯建民 苏嘉权 陈敏文 好我们来看一下 苏嘉权29% 远远超过柯建民的12% 也超过陈敏文的4% 但是这一个是有49%是没意见 都不希望是7% 将近一半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是 这是要左右贵党礼拜五的人选吗 因为社会期待好像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吗 媒体他所做出来的 我相信 那个魏表态的相信五成 但至少说那个喜好度 他认为说谁来当立法院的院长 那这个龙头当然是很重要 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目前苏嘉权的部分是 好像社会大众认为 那个小英雄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在 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在 那你说叫蔡英文来说 政治努力表态是谁 不可能 国会本来一定是自主 在这个选举里面 只是很多人会认为说 你身为一个总统 国会要不要改革 这个龙头一选出来以后就算了 那所以说该负的责任 到最后 好 给你蔡英文拍拍手 不好 马上隔天的民调又一出来 以后话 还都还没上任 那这就因为一个国会的一个龙头的一个改选 我相信这个民进党他本身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想法 但是 不好意思 因为从2月1号开始了 接下来 所有的个人自己讲的法案 包括年轻改革 包括政策法 那个都发生在立法院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次立法院的一个院长的一个选举 就是因为他那么重要 我们才希望说三主人马我们都是好朋友 好好的去协商 但是一定要去尊重新的总统蔡英文总统他的一个意见 他一定不可能说哎呦你谁哦谁哦我指定谁他哪敢不可能嘛 是 但重点是说旁边的人国会自主啊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啊 是 譬如说谢老师你这个礼物我干嘛谢老师你这一定想好啊 这也是我的自主啊 是 那可能这个自主里面我们的想法跟蔡英文的想法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满足社会改革的期待 这个就很重要啦 这个东西你说他非常抽象 可是真的一决定下去以后啊 没完没了 选得好家评如潮 社会大众如果说这个人不好 完蛋了这个改革都还没上任改革 所以如果假投票的话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一番两段言 我觉得不太可能假投票 因为前面蔡主席就讲说 如果要不要用人情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国会议员算出来大家都不是孩子啦 所以我也期待说 礼拜五就知道了嘛 是 你下个礼拜一 二位一号要投票 那你总不会说礼拜六礼拜天才来告知嘛 所以我认为礼拜五的时候 在两天人选应该就会付出了 好我们再等两天就见真章 这段时间到这里休息一下 我再继续 谢谢 国民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 当然他要推人选 我们知道悲剧跟英雄结在一起 闹剧跟小鼠结在一起 悲剧是英雄 就是结果不重要 过程很重要 那国民党有多少人认为 我属于这样 我教育出来拼 有吗 我们看一下 国民党新科立委 一早就到党中央出席党团大会 这一开就是两个半小时 最后决议由政策会执行长赖世保 与部分区立委增名中搭档 角逐立法院正赴龙头宝座 王金平不回应媒体 但是国民党推出赖曾沛之前 先从最资深连十二任立委的 王金平询问起 得到的答案却是没有意愿 接下来八连任的黄兆顺 六连任的罗明才 也都没有参选的意愿 所以第四资深 第五次选上立委的赖世保 决定扛起参选责任 王金平结束十七年 最长立法院长任期 似乎也宣告他的时代 随着政权一起被轮替了 意识嫌熟 对国会生态的了解 我看大概他无出其右 这个对一个新组成的 从执政转型为在野的话 还是很有帮助 不是说他的时代要过 觉得是时不我语 整个大环境确实对王金平 还对国民党不利 没有达到一些预期效果的不分区 是不是还要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觉得王金平可以 王院长可以做这样的思考 我觉得有时候下台的身影漂亮 会让人更怀念 我先请教一下 市委兄 有什么为最大年纪 最大辈分 认知排辈 一个个问下来 是些人说我没有意愿 才轮到第四个 不是说谁有意愿 谁有能力就出来吗 我想这是一种尊重 你毕竟在王院长 他在立法院 他算是最资深的 而且当院长也这么久了 那这基于伦理的一个考量 那是一个尊重 你说过来 黄岛顺委员他也不同意 那罗民财委员他也不同意 那赖世保执行长 他现在是政策会执行长 而且他也算是第四资深的 然后再搭配这个真名中 我刚刚就讲了 这一局你说选院长副院长 他不计较成败 最重要的是你要推出一个人选 要一个代表性 是这样子的 是谁去问 是谁去问说王金平 没有今天党团大会上面 他们自行的一个讨论 他们自行的一个讨论 然后书记长还是 这一个林德福委员 然后首席副书记长 是江启臣委员 再来就是李燕秀委员 跟王玉敏委员 另外的那个副书记长 所以说随着 那王金平到底是什么 他真的是光棍 他院长没有 副院长没有 三长也没有 你王金平是放在这里 要做什么 王金平啊 他是一个 我们通常会讲说 他有点像是那个武当派的 就是那种免礼征入 太极拳很怕 然后呢 他做十七年的曾额立委 他做六年的副义长 又做十六年的议长 像政户院长做了二十二年了 1999年 他要做院长一拜 那时候的立华院长叫刘松帆 那么当时啊 其实刘松帆是不愿意下来的 但是呢 王金平一定要上去 那时候郭平东派了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啊 然后党政大员去拜托刘松帆 刘松帆跟他说 不然我们一人做一拐 那时候三年嘛 一人做一拐一拐一拐 王金平就讲一句话 如果这样 我宁可不要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宁可不要 所以很抱歉 刘松帆就下来了 王金平就上去了 刘松帆当了几年的阳春立委 那时候我还记得蛮可怜的 本来是院长 对吧 我也记得他组织院会时都说 大家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那句话 结果下来以后我们见头了 就当那个阳春立委 我始终不懂 以王金平他这样八面玲珑 长袖善舞 然后蓝绿都跟他保持一个 很和善的关系 他做二十二年的政府院长 他二月一号竟然甘心 做一个阳春立委 就跟当年 他被他斗垮的刘松帆一样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看政府院长在民进董 在主持院会 然后又得要听 国民党的这些大小党员 在那边指挥 我不懂 如果按照王金平 这家伙子怎么吞得下来 这个世子怎么董得掉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懂 那又在此时此刻 他最重要 于1999年 不是当立法院的院长吗 拔着了秘书长林锡山 又被抓了 现在缩腰在里面 所以他坐在那林锡山 坐在牢里 是什么意思 是 难道非得要这个立委不可吗 这个对他来讲是鸡肋 什么意思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不过有时候讲讲 也是很可怕 台湾的司法 当然都是非常独立 说都是这样 王金平正打算要选总统 他敏感 很好的朋友 红国集团 就会抓去关 然后呢 现在我不知道 王金平到底要什么 听说有人要逼退 就突然之间 林锡山也被关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都那么巧 但是呢 我根本不了解的是 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忘掉过去的那种 长袖善武 那种立法院院长 那种不可一世 而现在甘心去坐在 那个角落的一个位置 去当一个阳春立委 施琪 咖啥民进洞 永远的在野党 也很认真在推人出来 不是吗 那为什么 譬如说刚刚讲 王金平为什么不能出来 悲壮地说 我虽然是少数 我还是要是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王金平说 我认为我有资格 那为什么给 这个机会都没有 这又不是王金平的性格 王金平的问题 就是他的个性 决定他的命运 就是其实他有很多机会 可是他没有那个 胆量 那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现在问题是 他必须全神贯注的 在处理马王斗的第二回合 林锡三都已经被逮进去了 他得要确保他自己 跟此案完全无设 他才有条件去坐那个位置 否则他今天跑 代表国民党跑去选那个院长 又放个林锡三的 另外一个案子出来 一回被叫去问 对啊 那王金平怎么选得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急迫的事情 是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性 那所以他甘愿当一个阳村立委 好歹还有一个阳村立委的身份 可以做自我保护 否则520之后呢 我立委耶 你马上就什么都不是 你没位子 我还有 虽然阳村 但好歹总是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王金平做的事情都还是在自保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条件 国民党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空间 让他去参选 现在国民党内部是一团乱 还在搞路线的争议 而且王金平就是国民党里面最大的罪人物 为什么国民党选得这么烂 王金平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是因为你啊 排不分去第一名啊 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投票啊等等 他现在是戴罪之身 他凭什么出来选 他也没有这种胆量说 我罪之身 我当过立委 我当当过院长那么多年 我应该要继续拚 没有 他没有这种条件 雄雅 你南部我知道 我来是王金平 刚刚那个声音我哪有听过 我来是王金平 你没八年 你没八年人好好 没八年 算我 我最后是来碰罪而已 要算我的嘛 用这个当作理由 把王金平给挡下来 不断 院长不让他选 连个党团总召都没有 只因为王金平要扛这个选 败选的这边吗 拜命第一名 布文区里面拜你第一名 你说他在对这个党 完全都是没有公用的 没有功能的 那以国民党现在 你看在论资牌贝 一个一个这样问 这个文化 当然我们也觉得不敢沟通 但问题就是说 不要忘记 王金平是名列第一名 名列第一名 你国民党真的要去推的话 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 一定是王金平 那王金平到底是基于 个人的意愿 不要 还是说 我怕得了 不要再找我 找我 我如果要选择 大家都有事 王金平是老鸟中的一个老鸟 现在的一个状况 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他压力非常大 也许他重新再去做回顾 让他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 他一定想说 你马上就收回兄 我输你好了 我整个都听你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国民党这一波的一个惨败 其实真的是从总统去斗这个国会 马去斗王 斗到最后你看旁边的 你说你把王金平斗倒了 你也把卢家臣旁边的那些 全部都斗倒了 斗倒一个王金平 不是一个王金平倒 是王金平旁边这一些 所谓的本土派的几乎都全倒 当这些都全倒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现在有人开始在反省说 那国民党到底还剩下什么 那你这一次你说 王金平什么都不给他 好了他修路了 让他做立法院单 阳村立法委员 王金平他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搞不好国民党现在这样一个算计 就是说看你民败又多高 看你又撞得掉 立法院院长和副院长 那都不用直选的 二十几年都不用直选 你像大联盟的 现在跳到跟我们坐在一起 变成一个小联盟 加入小联盟了 你王金平你怎么 光那个情绪 或者说那个心情 你可以贫富吗 你真的干得下去吗 搞不好王金平他就认为说 气贯卖啊 比气长啊 搞不好 现在比一比的话 我比你小而已啊 可是我们来比看看 到底总统先进监牢里面 还是王金平啊 搞不好他比的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一局会很好玩 王金平他的思考的部分 可能认为说 再来的党主席的一个选举 马英九你真正可以掌握的是 黄乎星嘛 可是黄乎星也很多人讨厌你 马英九把国民党搞成这么烂嘛 所以要选的人 我相信都还是到最后去跟王金平做一个结盟 这就是刚才这样说 黄乎星是把他当成头号战犯 败选第一原因 党主席哪有可能 没有啊 王金平不用亲自出来选党主席 要选的人都必须要去跟他结盟 你说吴敦亦在整合的时候 他不需要去整合王金平吗 很多败选的立法委员 他在各县市里面的 他真正地方上都失去了影响力吗 也没有啊 那是中国国民党的根啊 那很多国民党人在期待的是说 吴二林赶快到了 你马英九赶快走人啊 你走人以后 国民党至少会平静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王金平他毕竟 他还是老模深算 往后还几年 四年的时间 当国民党没有马英九的时候 王金平依然健在 虽然你在立法院里面比较疼 为什么王金平 当然院长是不可能 连党团总召 连那个角色 又没机会 照我说他是最恰当的不是吧 又有身份又有经验 又老道又压得住正脚 国民党你看除了院长副院长以外 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影响力最大的叫政策会的执行长 以前那个林毅士啊 林洪池啊这些人 对啊这都没人会想到王金平 以王 以王金平的经验 过去他干院长 老科的可以说他几千个法案 两千几个法案 那王金平说的 像这个也都五六千 每一个法案出去 都总有王金平在参与 在里面参与协商 不要紧张 因为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是由主席指定的 所以说 那这个赖斯堡执行长 是由朱利伦前主席指定 现在在补选的过程当中 如果新任的党主席 在3月26号产生了之后 那立院的这个政策会 执行长是由新任的党主席 来做决定 那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告诉你 其实我看法跟你不一样 当然是新任的党主席来 可是新任的你们的党主席 出现了以后 你们的总统还叫做马英九 所以在520之前 你们政策会的执行长 绝对不会姓王 叫王金平 可是呢 520以后那就很难讲了 政治上的一个舞台 姓马的不见了 姓王的依然健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随便你想想看 郭敏东现在台面上 好 王金平没有党魁的机会 尤其他没办法选 我不能选 排出来的清一色的 郝农斌 洪秀柱 这个钟晓平 李姓 我不管资格了 陈学胜 这几个 全部都是 要么是新党 要不然就是外省 只有王金平一个是有可能代表本省人 吴敦仪先不管 所以王金平是不是在这一局里面 杨春立委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工作 其他都完全 国民党不需要他 是 因为他说的不不对 520以后呢 马英九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卸任总统 曾经握过习近平手的一个 前国民党主席 这样而已嘛 但是王金平还是立委啊 有立委没立委 那个身份还是差很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真正国民党最重要的 应该还是党主席这个位置嘛 不过这次 这次这个党主席这个之争呢 又跟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争 又很像 真正就是 真正我们认为是A卡的 又不出来了 你知道吗 本来前几天都认为说 吴敦仪那种义不容辞 对不对 他的义不容辞 跟王金平的义不容辞 我们本来以为定义会不一样 对吧 就跟你看 搞了半天 今天晚上有个名嘴 在自己在脸书上 直接帮人家宣布说 吴敦仪已经不选了 这句话他宣布以后 本来没问题啦 会再给他下一次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他会退出政坛 哇 副总统办公室马上就赶快 发一个澄清 没有这回事这样子啦 你澄清干嘛嘛 要嘛 你就选这个主席 你不选主席的话 我说我拍拖 520你下来 你跟退出政坛有什么两样呢 对不对 是搞不清楚 如果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在选前 就说他不选这个副主席 那么王金平不选副主席的情况之下 我们平心而论 如果国民党的本土派 不应该在这一场主席大战里面 缺席才对啊 因为你所有的国民党的 我觉得很奇怪 国民党的所有的本土派 虽然有挫败有当选 可是你应该凝聚起来 你还是必须要做一个 党的改造跟检讨嘛 是 那为什么就都没了 陈学生啊好 李欣啊好 然后呢 包括郝龙斌啊好 包括洪秀主义啊 我们看不到一个 在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 愿意扛起这个责任啊 所以实际王金平被压得死死的 你刚才会提到李欣赛 很多我立刻就想像我们基隆的 黄简态 他如果坚持要选 结果就这样 他如果不坚持要选 他今天可能在哪里过得好好的 他坚持选 结果就这样 王金平是不是 党主席也不敢了 院长也不敢了 总召也不敢了 我觉得王金平的确是在比气场 因为520之后的那个 事会不一样 那也没有人知道说520之后民进长上台之后的执政之后的那个情形会是什么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还在期待 未来有没有可能跟蔡英文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我觉得王金平这个人 他九命怪猫型的 他都已经七十四岁了 他现在宁愿尾声当一个阳春立委 其实他看的是后事 所以他现阶段 他事情处理有先后顺序 现在先把马英九跟他之间的这些恩怨先了结 520之后 时事才能造英雄 所以他必须看了那个政局的变化 来判断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国民党现在主流声音是什么 主流声音是红袖柱啊 是挺红的那一派人啊 对王金平来说 现在他在国民党里面 完全没有他立足的空间 所以他何必去争这个 他争不到的东西 但是回过头来讲 民进党68席 他严格来讲 纯粹就策略讲 他还需要 王金平的票过来吗 党主席国民党怎么当 怎么讲 我们下一段再来讨论 集团新高家 西欧克制 我们继续 谢谢 国民党主席补选起跑第一天 台北市议员李欣 在支持者的处勇下 到党中央林表 顺利抢得投降 大佬们还在做梦 把持权力作为救生法 使也不肯放手 我说过 over my body 样进国民党 我期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们 要够汉 够凶 够爷 我们才能够改变国民党 这次补选从26号开始 开放两天零表 2月22号受理登记 3月1号开始竞选活动 3月26号进行投票 选出新任党主席 除了李欣已经表态的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跟立委陈学胜 都打算在27号领表 我所知道要选的 现在台面上的人物 他们都是A咖 只有我是Low咖 但同样的我也呼吁 提醒大家 英雄出在基层 李欣口中的A咖 恐怕还有在观望中的 前副主席郝文斌 跟副总统吴敦毅 根据了解包括郝隆斌 前立法院副院长 老颖齐家族 云林江荣卫家族 跟企业界人士 都不断劝敬吴敦毅 豪明也跟挺吴的中常委说 如果吴敦毅要选 他就不选 不过吴敦毅 倾向不选的心意 没有太大改变 豪明也可能被迫 扛下参选党主席的担子 借由好无结盟 对抗红旧柱 惊人的爆发力 好 李欣 跟国民党的老一辈的交证 国民党会来讲 Over my body 但是李欣对不起 现在最新年轻人 不是Over my body 是Over my hand 年轻人在国民党里面 有包括李欣吗 四伟兄 我们姓哥感觉很年轻 是 但是在你们给社会的认知 所谓的年轻人 就是李欣吗 算吗 平良心共 谢老师 我应该这样讲 我站在党职的一个立场 而且现在又要做 这个补选党主席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 那我们也讲 你不管说年纪多大 年纪多轻 大家有心要替国民党 来做改革的工作 我们都乐观其成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 这事实是如此 是 其实很多人在问的 其实先不管你是年轻不年轻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李欣刚才那个 这个人曾经是新党的 钟晓平 你说他别算 可能没出给他 我们不管 郝农斌 曾经为新党的主席 红秀柱新连线的 邱逸 现在说要撕拳也要撕拳 义务民 各位朋友 这句也除了这一个 跟新党真的没有完全什么关系 他又是外省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是本省人 比新党还新党 隋务民 国民党这次 苏要撕拳也要撕拳 结果 宣东主席的全部都是有新党背景的人 其实明天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领表还有一天 那目前就有李欣新歌他去领 那么其实大家也期待能不能在明天突然间有让你的耳目一新的黑马 平行而论 丁礼拜 我台中的朋友第一时间都打电话给我 因为其实有一票人在拱江启臣 对不对 代表中生代 能够在这个时候呢 肩负起这个所谓的就党图存的一个大任 明天看江启臣有那个叫小 愿意扛出来挑出来吗 那么除此之外呢 很可惜的是 吴敦毅本来大家也认为说他应该会扛起来 结果他就好像不愿意去做红秀柱的竞选主委 也不愿意做这个朱立仁竞选主委一样 我看不见他想要冲下 如果真的是像明嘴所说的是 慢慢慢慢要淡出政治核心 政治权力的那个世界里面呢 那应该就不像是我们所认识的吴敦毅 因为他现在整个行程都还是很满啊 还是在跑啊 看不见 郭民党现在其实不是应该是一个 大家赶快要检讨 然后让他起始回升 然后重新要有一个领导统议 要巩固领导统议 可目前看起来不不像啊 昨天来了个郁慕明 然后今天开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记者会 就看都没了 有啥啥说你要做你的国民党 我要做我的新党 看都没了 然后呢 更莫名其妙的是连邱毅都跑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邱毅跑出来了以后 这个新闻跑出来以后 你要讲清楚是邱毅 不是邱影跑出来 邱毅跑出来 邱毅 这个新闻是邱毅 他是有够资格的啊 因为邱毅我记得他当过国民党的中常委 然后他是有资格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他身为国民党员去当人家那个 等于说行动的部分去第二名 还没被开除党籍啊 他现在还有国民党的党籍 又做过中常委 他是有资格的 只要去缴160万 一样可以去联署啊 你知道吗 可邱毅讲的 我听了不懂什么意思 很悬啊 他说希望长命百岁环游世界 我听不懂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但是看了半天 真正能够一个 吻合名义 而且能够互合前两次国民党大败主要的原因的党主席 我看不到 是 你说郝龙斌吗 他自己是被人家改革革命革调的 选民用选票托其他的 你知道吗 你说祝祝姐吗 他是往深南的那一块少数走的 你知不对 然后其他的人 我感觉上也看不出来 当然陈学胜自己本身也是显胜的 可是陈学胜之前还兼桃源县国民党的党部主委 桃源县选成这个样子 你不用负责任吗 所以这些人看起来都不是真正国民党的最好的人选 可是很奇怪 最好的人选却不出来担这个重责大任 这个党主席国民党主席 好歹这么一个大党百年大党 他荒谬在哪里 真的荒谬到连新党的主席都来说三道四 然后自己的邱毅又去让人家不分区 现在又是要回来选当主席 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讲说邱毅要讲清楚 不要讲成邱毅 因为邱毅我有时候觉得他像一只邱毅 对他从里面这边冒出来 然后尾巴另外一个冒出来 好像是两只邱毅 结果这只邱毅对这只邱毅说 我们去看电影吧 结果这邱毅跟他讲说 你笑的我是你的尾巴 所以弄成这个样子的荒谬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时期并不是没有本省人或者是本土派的人 不好意思不要说全部新党 全部是外省人 国民党怎么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这些人都还是在原本国民党里面的那种文化当中 还在自己人在那边玩 所以你看当我们讲大败之后 他们冒出来最强烈的声音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走深蓝路线的 就是这些冒出头来这些人 其实都有相当高的同质性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世代交替 然后也没有什么在顾社会上面的呼声 改革的呼声也好 然后世代交替的呼声也好 然后本土化的呼声也好 我觉得没有 仍然按照过去老的国民党的那种文化当中 但是最近是有一些年轻人出来串联 重点是这些年轻人的声音 党中央没有要听嘛 这些年轻人不断的要求说 你党主席的资格要降低嘛 就是你不要限制这么严格 什么中央委员中央 中央评议委员 然后一百六十万 现在这个代理的党主席 他其实是可以去做处理的 结果没有两百万降成一百六 我觉得莫名其妙打八折 这什么什么鬼东西 也就是说国民党仍然持续的在抗拒改革 抗拒年轻人 抗拒社会的呼声 请教一下这里面是比较年轻人 跟年轻人相同 这些年轻人所提的这一些 选举的时候制度改变 资格放宽 要求的缴费降低一点 这跟社会里面所谓的改革 是一致的吗 我觉得他是因为期待说 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去角逐 那个党主席 才会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你的条件门槛设得高的话 党内够资格的人也就那几个 也都是老面孔 那如果同样都是这些老面孔的话 其实他没有办法再回应社会的期待 而且不只是这群年轻人 譬如说杨伟中 他也要求本土化呀 譬如说要改掉中国国民党党名等等 但是国民党持续的在抗拒 所有党内这些所谓的改革的声音 然后年轻的声音 国民党通通不采纳 那既然你党中央到目前为止 通通都不采纳 你设了这些门槛这些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浮出台面上面 还是这些人嘛 都是外省籍 然后是走深蓝路线的 然后所以什么邱毅 这些人都跑出来 平均年龄大概要六十岁以上 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持续走这条路 然后持续按照老派的国民党文化 再玩的话 就让你们死光啊 死透一点 很多人就讲说 国民党年轻人如果串联 现在这很多啊 至少两个啊 炒鞋联盟 还有一个制度者联盟 等下说国民党只要一串联 看起来这一串串 看起来很可怜 叫做串联 是不是呢 这是民进党 你们怎么来看国民党才的少年 国民党这批年轻人 他来要求改革 可是他这个要求改革 这些老面孔的人认为 该清党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一个 让你有一个看不透的一个地方 被改革的人他要求 你们这是平时要改革 脑面孔其实未必是不好 看脑面孔里面到底没有新脑袋 新党你注意把它看 这十八年 你2008年新党最高峰的时候 四趴 他也没有超过五趴 你到2012年的时候 新党才几趴 一点五趴 到这一次的2016 他又回复到四趴 拜邱玉之士 有些国民党的 相关一到四趴 人家清党还七十九万票 还五点多的还六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一些大家所谓的新党 当然认为说 老师你告诉我他叫深南 其实新党 其实让人家感觉就是 大中国的一个大统派 红秀柱现在不是新党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同质性非常高 那这一些人 如果中国国民党 真的选出来是 具备这样背景的人 去当选他们的党主席 那这个党就有意思了 这个党就是说 他彻彻底底的他中国化 他彻彻底底的过去 说你寝宗 那民众对你非常不满 1月16号刚选完而已 刚选完以后 他对寝宗 大家已经非常讨厌了 连他国民党 自己的很坚定的支持 都跑掉了 那你又选出新的一个主席 是属于那一种大统派 那完了 这个政党以后 他的一个职